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台灣星光大到 我們來勤善功勁敵 先介紹今天來賓 第位是陳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星火望靈老師你好 大家好 神父熊 陳道老師你好 懶豬吃掉魚尾 回頭從找魚頭 還是吹到還是還沒吹到 今天盤中就是找魚頭的機會 對就是 這是典型的危機日式 不是我講的 巴菲特講的 危機入室 你沒有跟巴菲特吃午餐 可以跟沈大老吃午餐 對 黃光晴 光晴你好 大文 劉洪劉大哥你好 大家好 民黨在今天的中午 再度的公佈了 大台南市的候選人 在民調做完之後 是由立委賴清德勝出 我們可以看到 他所公佈的民調報告當中 第一名的賴清德 第二名的許天才 其實差距還蠻大的 都有將近10個百分點左右 得到0.0235 許天才得到0.3260 葉宜金得到0.0179 賴清德得到0.4428 蘇安智得到0.1898 從這麼一個結果 是賴清德委員 以0.4428 來取得勝出 那麼賴清德勝出之後 他將是 民黨爭取年底第一屆 大台南直轄市長 的選舉的候選人 民黨在高雄確定 由陳菊出馬之後呢 台南今天也決定了 就是賴清德 由於民調的差距 剛才蘇嘉全說的 第一名的是0.4428 第二名是0.3260 差距還算蠻大的 至少有12個百分點 應該對於其他的候選人來講 應該是可以接受 所以呢 今天民進黨說呢 他們一個人提名等於5個人 通通出現是大團結 會不會在台南也有分裂 之前大家也蠻看好許天才的 為什麼落差會這麼大 大老怎麼分析 我不許承認 這個我也沒有說100%看得很準 沒有人看得很準 你這次有沒有掃地的約定 沒有 因為我也沒有差很遠 我沒有說一口咬吝水 因為大家都認為 許天才跟蘇漢哲 因為是現任的縣市長 資源豐富 而且花了不少錢 你看看那看板 真的多得不勝美局 所以他們都認為 我們大家都認為說 這管治長有性命好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 這個賴清德從一開始 其實是有領先 但是大家不相信 那我認為他今天會領先的原因 恐怕是台南的鄉親 認為說兩個現任的 已經做備當了 還給你做的 不可入處而已 非喔 如果要拿出來給大家看的話 你八年內總夠了吧 那你第九年還有什麼新發揚 就老闆變不出新法系 那其實這個賴清德的廣告牌 他就說看向未來 這個其實被許天才修理得很厲害 許天才說沒有當下的政績 哪有未來 你們這種政策你們都說的 說起來聽點也有理 結果我覺得鄉親就選了一個 相對比較新面孔 因為他雖然是立法委員 所以是世代交替的概念 對 而且賴清德其實是台北縣萬里的人 所以這個其實如果講地緣關係 對他是不利的 如果講地緣關係的話 許天才最有利 因為他本人是台南縣人 然後做台南的市長 哇 這厲害 這兩邊都顧得到 在這方面其實賴清德比較不利 但是他今天能夠以這個 懸殊的比例勝出 我覺得大家都信服寡服 第二點我要講的 你看這個民調 三家民調非常接近 跟昨天那個 都做得差不多 對 你看三個你去比一比 接近到哪裡相信 所以這個我們就想 這個所謂專業的民調的可靠性 跟非專業民調的比較 你又要說為什麼沒有自由時報 是 我就是要聽你講這個 中石集團 你如果要追 他有夠難嘛 他要追到底嘛 因為我覺得雖然有些民調 如果關係到 比如說黨中央做的民調 關係到黨中央的立場的話 也許他會加油加速 會左捏一捏 右捏一捏 但是當是自家人同志在比賽的時候 你看非常非常的 這條地國勁也沒有勁得這麼準 所以民調真的能反映民意 那當然啦 我昨天就講一次高雄縣市 你看今天台南協助再度證明 我認為這三家之間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互相之間作弊不太可能 而且這個民調的過程中 他們都可以派代表到現場去聽 他們可以抽樣聽 可以先聽 所以他們聽完以後 他們就曉得賴清德領先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正確的 第三點喔 我今天其實還滿高興的 就是說賴清德領先 再度證明什麼 阿扁沒有留言啊 你知道嗎 你看 阿扁跟陳唐山都挺許天才喔 你看阿扁的效應 如果許天才贏的話 就是阿扁也有漏用 還有你看那個 陳唐山也挺許天才 阿扁喔 阿扁是不喜歡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是少數民進黨 唯一沒有去看過他的人 沒有來看我 你什麼事情沒來看我 你是在怕什麼 你沒來看我 他會不是因為這一點就贏了 但是你看韓國 韓國所有很丟臉下台的那些 堵職的貪污的總統 不管多糟糕 如果任何選舉在他們的故鄉 票數都還是領先喔 但是你看阿扁 當然不是他自己選啦 只是他挺而已啦 但是可以看出來說 一夜之秋喔 我說阿扁你不要想說 要回來台南關選立法委員喔 林章等高雄市 選議員 大家都說要高票當選啦 我是有保留的 你對這個看你就知道說 到底你還會有很多貪污 我是不相信啦 那許天才跟賴清德之間 我對許天才跟我的交情 其實也算不錯 我們有一度還叫說 宜租連線你知道嗎 我們被黨中央打下來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還成立一個叫做 你們大概都忘掉了 叫宜租連線 其實我跟他的 私底下的關係也不錯 但是我今天其實是 熱見賴清德出現 為什麼 因為許天才的發言人 還有許天才的大幾條 還有許天才如果將來 要挺誰來繼任 下一屆的立法委員 這兩個人一男一女 我都看不出關係 到底是什麼人 我抱歉說 你如果要說的話 坐下來說 好 且聽下回分解 當你要看 聽下回文就會分解 我不要 你要看一個老闆 到底是好是壞 有的時候你看不出來 要看他腳手 他一樣化妝 一樣撇 一樣包裹 但是你看他腳手的人 我敢在這裡講 我一共用了150個助理 150個助理 只有幾個做壞事 你知道嗎 只有一個 這幾個做壞事 而那個做壞事的 還到了別人那裡 才開始做壞事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到 他到桃園去做人家的助理 為什麼 因為他要在桃園選議員 他要去桃園 要搶一個桃園的 本黨的立法委員 他要去桃園 所以他要變成桃園 所以那個不算 你們同意那個不算 你今天說我都做懸疑 都有人知道 你在說什麼 沒有 說這個 但是說這個很重要 很趣 有社會教育的價值 所以我要說 就是說我12年裡面 149個助理 沒有一個做壞事 所以我為什麼講這個 囉哩巴說講是什麼 就是看手下 可以曉得老闆的 為人行事的作風 所以我今天真的 總結一句 我樂見賴清德出現 為民進黨選壞事 那賴清德留下來 這一席立委 現在不會是 許天才要挺的那個人 可以選了吧 他要自己出來了吧 不用補選 不用補啊 這一席不用補 不用補啦 任期已經過一半了 所以不用補啦 不是啦 我現在是在說2012年 2012我們要想得遠一點 我已經想到2012年 政治勢力的分配啦 留給誰啦 賴清德出現是你所樂見的嗎 你這個動很大 我是用他的問題 直接回到你那裡 因為我跟沈大夫不一樣 你們永遠樂見的都不一樣 他跟這些人都有 都有 恩怨親仇 我是沒有啦 但是剛剛沈醫師的分析 其實有幾個地方很怪 很怪 如果做了9年8年 做不出個什麼杏花樣 我一聽他 你是講胡志強嗎 結果不是啦 他在講蘇煥之跟許天才 那沈醫師 我今天講胡志強幹嘛 我以為你在講胡志強 等他公布大台中的時候就可以講了 這個 講到賴清德的出身 剛好新北市也沒有人啊 他應該在萬里出身 人可以在新北市選 應該叫他在新北市選 這是開玩笑 這個人選出現之後 當然新潮流就再下一層了 包括陳菊 包括台北這個范清系的這個蘇貞昌 將來清德都新潮流 南北連線啊 因為現在五都 民進黨也有三都 這個人選出來 人選決定了 台北市你算決定了嗎 那算台南跟高雄 兩個確定的 那都是新潮流的 那其他的派系 當然你這個版本上面 就有其他派系的啊 什麼謝系的啊 什麼這個正義連線啊 就包括剛剛沈醫師提到 阿扁立庭的 包括陳志忠都去幫許電台站台 不好啊 許電台也去跑去幫這個 明天有一個活動 許電台也要參加 不過我看也不會有啊 民調都做了 什麼什麼聲援扁媽的那個活動 陳志忠看了這個之後 會不會覺得還是不要選好了 因為陳志忠是在高雄啊 不一樣的選區 也有聲音說陳志忠 應該回他的家鄉 就是台南去選 不過陳志忠我看 應該會在高雄市選 我的看法 這個當然要看媒體的民調 明天做對比式的 對比郭天才 明天一定會出來 許天才跟郭天才 不是啦 賴清德跟郭天才啦 一直在想許天才 或者對比那個李全教 因為李全教那個也還沒確定 那對比出來結果 恐怕會跟陳菊 對黃昌順差不多 恐怕又是30%了 就是大贏30% 對所以主持人我的結論 這個選舉結束了 選舉又結束了 還是說大家對比郭天才的時候 會以為不小心以為是許天才 於是數字出現是 只有10% 不好笑 但是我認為是結束 不過這一次的這個 民進黨內的初選 剛剛大家也講了 許天才跟蘇煥 這是現任的執政者 那現任執政者 為什麼沒有執政優勢 那民進黨在這一次 選擇人選的時候 選民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於世代交替的這個概念 有新人出頭這個概念 似乎優於就是現在執政的 這個政績的考慮 那這是不是代表 民進黨又走入了一個 新思維的時代 我其實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只想到說 其實民進黨這幾個 我都不熟 但是我光 賴清德不去看陳偉扁這一點 我就支持他 因為我覺得 所以他贏在這裡 真的 沒去看陳偉扁 沒有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政治人物之間 彼此千千扯著 都有些利益關係 他能夠因為阿扁 他覺得阿扁是錯的嘛 雖然說沒有公開出來批判 可是他不去看他是不容易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光這一點 我就支持他 那剛剛沈大華講說 這代表阿扁沒有影響力 我只能說阿扁的影響力 可能有限 那有多少的影響力 我們不知道 就是說這個沒有一對一的 沒辦法分辨出來 如果說陳志忠 大概可以評估出 我講的沒有是量 不是絕對的 就是說陳志忠的 大概可以估計 阿扁還有多少影響力 但是大概影響大局的能力 大概很有限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賴清德出現 大概是代表 某些人覺得反對阿扁 其實還是有票 所以民進黨人 對就對錯就錯啦 不要因為阿扁就不敢講話 我覺得還是應該有勇氣 所以喚起其他人的勇氣 這個領導師講 我是補充啦 沒有去惠克是事實 他已經被點名 去年就被點名 去年就被點名 你怎麼不去 我還是不去啊 這個是事實啦 但是就阿扁執政8年 還有阿扁的案子發生之後 賴清德做了什麼 這不容易 這不容易 還有去法庭聲援 太課了 這不容易 賴清德 你這樣講說賴清德跟 這個我覺得這樣算 其實不能 不會不會 我覺得有差 相較於其他人啊 這是比較的 真的有差 你如果 輝文因為沒有從政 輝文如果真的去政治圈 他敢這樣子 那我都來佩服他 輝文是硬要把他推成12扣 13扣 14扣了嘛 拜託 沒那麼簡單 真的不容易 賴清德怎麼看 賴清德出現 對民進黨來講是最好的嗎 其實我也看到有一個特色 就是世代交替 換人做做看 因為當時候許天才 他利用 我相信是一個自入性行銷的機會 他一直要破除這個部分 因為從那時候 民調一開始 就有傳出說賴清德領先 然後蘇患之跟許天才落後 當時候就有這個分析 似乎就是說 民眾希望 尤其民進黨支持者 對這個兩個曾經八年的這個縣長 縣市長 他們其實在民調支持上 並沒有提供他們的一個支持度 反而是支持賴清德 所以那時候許天才 他在電視上講說 我是在台南市做八年 我在台南市 並沒有做八年 我在台南市沒有做過 他似乎是想走出 這樣一個魔咒 那我們後來聽到說民調 許天才慢慢的接近賴清德 可是現在一攤牌 看是差距是蠻多的 似乎他是有慢慢爬上來 不然的話你比較蘇患之 那跟這個賴清德 比較是更差距大的 所以我想第一個 那如果縱觀全場來看的話 民進黨支持者 是不是有意要唾棄這些 屬於比較老的這樣一個世代 我在台北線這一是看到了 因為游錫坤再怎麼樣過去 做過民進黨主席 做過行政院長 可是他不管怎麼樣拼命 而且很早就跳出來 可是在北線這邊 似乎目前他出現的 這個可能性並不是那麼高 那的確你如果不分藍綠來看的話 現在這個國民黨只剩下一個 胡志強在台中縣 在台中縣市這個部分 只有他是可以再繼續貫穿下去 我曾經就這個問題問過他 而且我也舉 許天才跟蘇悍智的例子 因為那時候民調已經有一些 這個差距 那和胡志強他回答也很妙 因為我問他就是說 你八年再加延任的一年 你如果再當選 你再做四年再加連任一任的話 你就是17年了 那你就跟那個過去的 萬年國會是一樣 可是胡志強說不一樣 因為我沒做過台中縣 不是他說過去萬年國會 是沒有經過民意的這個 這個洗禮的 但是他如果經過選票的一個洗禮 他如果再做上去 台中市跟台中縣民 如果讓他做上去的話 而且讓他連任的話 這是經過選票的一個洗禮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確 我也比較之下 我覺得賴清德 他走出阿扁的一個陰影 他敢在民進黨那些人 還提一個 不是說支持阿扁 他們還提一個司法人權 聲援阿扁的司法人權 做一個 好像婉轉的這樣的一個 停扁的這樣一個行動 但是賴清德他完全不從 甚至沒有說 我基於人情去看守局看過阿扁 可是你相對來講 許天才是一把抱住陳水扁 這一把把他抱住 剛剛這個沈大佬講的 連陳唐山他退出這個選舉 他也是支持許天才 前幾天的這個 前幾次的這個 所謂的蓬萊島的 這個所謂的週報 還是什麼的 阿扁他也蠻是 明確表態是支持許天才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賴清德走出不一樣的路 民調還支持他 我覺得賴清德 的確是有他的一個辦法 那第三個我覺得 要算一筆帳 因為在這個 蘇漢志跟許天才 他們要角逐初選 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那個競選廣告跟 那種電視的那種專訪 而且是非常的 類置入性行銷這種的 這種專訪太多了 而且有的時候兩個 一個在這台 一個在那一台 講的都是沒有新聞性的東西 都是他們 孫陽施政這些東西 我覺得要算一下 如果你為了你的初選 就跟我們過去講 周錫瑋一樣 你為了你的自己黨內的一個初選 或是你要繼續要獲得 這樣一個提名 你花了納稅義務人的錢 花了這個台南縣市民的 這個一個錢 然後去做你自己個人的一個 精神的打造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追究 可是我們每次講一講 也不可能再去算說 你到底用在這個部分 耐心就要來清查前朝的講 但是第四個我講就是說 民進黨在台南跟高雄 似乎人選已經出爐了 感覺上國民黨在這邊 真的是氣弱 可是相對來講 民進黨也有 他沒有辦法的地方 譬如說台北線 小英目前怎麼千情萬情 他都不出來 那台北線到底由誰來選呢 而台北線可以敵對這個朱立倫呢 那台中也是一樣的情況 那台北市就姑且就是 那個蘇貞昌了 蘇貞昌跟豪龍斌 那豪龍斌最近也推出很多 新的施政 今天不是又有一個 獎勵生產的一個施政嗎 也是一樣 他自己也要生一個 對他自己不敢放鬆 不過這次這個賴清德的出現 到底是不是跟陳水扁 因素有最重要的關鍵 到底是不是因為他沒有停點 連一次都沒有去看 還比蔡英文贏一次喔 比蔡英文少一次 對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讓賴清德這個形象突出 有這麼多民眾的支持 我那時候有問一些民進黨的人 說台南這次選舉 到底誰會出現 他們告訴我說 應該看陳唐山最後到底支持誰 那他支持了許天才啊 對那所以說 也不能說陳唐山跟陳水扁 都沒有點影響力了 假如他不支持許天才的話 許天才可能輸得更慘 有可能輸得更慘 所以賴清德我覺得 賴清德他贏 但是這是五個評分喔 我知道 這是五個分票 五個分但是其他的 像呂俊麗 每次換製也有18 19 我相信20 沒有錯 那裡面最難過的 當然是呂俊麗 因為你如果沒有改成五都的話 如果是台南縣市來選的話 呂俊麗現在已經當縣長了 呂俊麗現在不是已經當縣長了 呂俊麗現在不是已經當縣長了 所以就是因為一合併 結果搞成他已經很難看 搞得很難看嘛 但是我是覺得民進黨這一次來講 賴清德我覺得是形象比較清新 當然年紀也比較清 形象也比較清新 那最難過 清新就講清新不要講年紀 不要講年紀 年紀跟清新沒有關係啦 對年長也可以很清新啦 不過年紀輕是個事實嘛 年紀輕 當然我們扯扯到老 年紀雖很大 但是他心境是很年輕的 這我們看得出來 要不然不會每天在那邊報股市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照老李這個年紀 不應該每天在那邊報這個命 不應該玩股票 對嘛 韓宜龍孫 孔子講人之既老借之在得 對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高雄還好 國民黨起碼還有一個黃照順 那你說現在台南好像現在 這個人選 有個郭天才啊 你全叫 你為什麼每次都不講你全叫 因為現在據說 郭天才民調領先啊 對 你厲害 據說是這樣 是郭天才 因為台南大台南少一個天才 就要再加一個天才啊 所以國民黨真的是 這一次不管他選舉怎麼樣 高雄跟台南 他們真的要積極的培養 形象清新的這班人 所以清新是你覺得 這一次五都選舉最重要的標準 不過我們來看 藍綠現在五都的佈局 大家都說呢 五搶三才是2012的這個前哨戰 基礎能夠穩固 那到底以目前的陣容排出來 到底哪一邊可以搶三啊 在藍軍這一邊呢 現在台北應該確定就是好龍斌 新北市是朱立倫 大台中是胡志強 這三都大概已經確定了 其實大高雄的黃昭順 應該也蠻篤定了 所以他們大概已經確定了四個都 那大台南呢 到底是所謂的郭天才還是李全教 民調兩個人據說是相當的接近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黑馬出現 那再來綠軍這一邊呢 台北市是蘇貞昌自己宣布了 說他要選 而且沒有要退的意思 所以極有可能台北市就是蘇貞昌 那新北市還不知道 大台中也還不知道 那大台南今天決定的是賴清德 大高雄前幾天決定的是陳菊 那陳菊賴清德 那以兩邊的這個對陣來看 現在五搶三這個三呢 第三席比較容易落在 藍的這邊還是綠的這邊呢 大老 我覺得這次的初選有一個特色 兩邊都一樣 就是好像知道對方是誰 那我這一方如果領先的人 或是民調啊 不管是什麼領先的人 如果贏不了的話 都不要再幹 因為目前我們算得輸啊 他就想盡辦法去找別人 反而是在地因素 不是很重要喔 你看現在林家榮應該是在地因素 應該是歸他嘛 但是遲遲不肯給林家榮 因為知道他不可能贏 甚至要把那個蘇嘉賢 調到台中都在所不惜啊 那但是我所以覺得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不可以說贖算 就已經輸了 我加了什麼 但是現在我覺得 是大家都同意高雄跟台南 就是民進黨贏了啦 那這個國民黨呢 大概台中跟新北市 我覺得新北市 蔡英文不答應 如果真的不答應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要在新北市贏 恐怕也很難啊 你這樣好像有點講 他不答應就是罪人啊 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講 主席只有主席的打算 我對蔡英文的看法 不會跟陳偉文一樣的 陳偉文常常吸引他 我一定要捍衛他 我覺得他有他 唉唷 不是 可是你剛剛的前提是說 如果新北市不是蔡英文 民黨大概不會贏了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們來賓裡頭 或是很多政論啊 都認為每一個候選人 要考慮大我 要考慮到黨的好處 要考慮到黨的生存跟未來 所以你要去哪一個地方選 要先做大我 大於小我的考量 這個我不同意啊 你覺得小我比較重要 因為我自己也選過四次啊 我認為沒有一個候選人 我敢打賭沒有一個候選人 不先考量自己在什麼地方 比較容易選上 或是比較重要 而先去考慮黨 要我去哪裡 絕對沒有這種事實 所以蘇貞昌先考慮台北市 你其實不能怪他 那對這個蔡英文來講 他認為他自己的這個風格啊 自己的這種為人啊 他認為在台北市還可以一戰啊 比較不會死 抓蟲子抓蟲子抓蟲子就好了 那要他到那麼廣大的台北 新北市上山下海 他不幹啊 他認為這個不是他之所願啊 所以這個樣子你不能怪他 那所以現在想來想去新北市 民進黨沒有一個足以抗衡 那個朱立倫的人 所以這個恐怕也是輸了 所以輸掉這個台中市跟新北市 所以2比2嘛 所以關鍵出現在台北市 所以現在的關鍵 我們現在回頭去想幾個月來的 一個就是國民黨勸退周西偉 而混上朱立倫 然後把蘇貞昌逼到台北市 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變成2比2 那第三在哪裡 就回到你剛才的問題嘛 第三本來這個輸贏 兩黨輸贏的第三局 本來是在新北市 現在變在台北市 位移了 所以我跟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講 這個年底五度的選舉 就靠台北市 那國民黨是樂見這樣的演變 因為國民黨自己認為 雖然好龍斌也蠻弱的 但是他們認為要在 台北市不要把握 要在新北市 贏民進黨 要比在台北市 贏民進黨辛苦得多 他們認為台北市 雖然現在好龍斌也是岌岌可爲 但是他們一直相信 台北市是藍大綠小 如果沒有人沒有 包括王本副在內 台北中國勝 這個怎麼在假講的 對不對 台北中國勝又去民進黨提起 這個政也好啦 台北中國勝這個名字 就永遠不要用了 所以看台北市誰贏 你就決定那個三落在哪裡就對了 所以現在的關鍵是 好龍斌對上蘇貞昌 誰搶下這第三席嗎 我覺得民進黨 為什麼一直希望 蘇貞昌選新北市 其實那邏輯很清楚 因為當時 我在台北縣幫王劍軍服選過 所以知道蘇貞昌 對台北縣那個經營 是非常非常徹底 我曾經跟你講 我們以前選舉的時候 連國民黨的縣議員 都支持蘇貞昌 因為他真的那個 裝綁得非常非常穩固 所以蘇貞昌 其實這次挑新北市 選台北市選 蘇貞昌根本不想贏 因為蘇貞昌看到是2012 但他如果不選的話 他會受到黨的壓力 所以他趕快去挑台北市 台北市如果贏了 忘了啦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但是如果輸了 非戰之罪嘛 所以我覺得 他挑台中不是更好 不不不 他到台北 他如果真的五都 他真的想選上 當然是新北市最穩 對他來講 我現在講說 剛剛沈大豪講說 當然考慮自己能選上 我覺得蘇貞昌 是考慮他不選上的 因為選新北市 絕對比台北市 對蘇貞昌更容易選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蘇貞昌 台北市的經營 包括他即使 上次總統大選選輸了 他在新北市都還有經營 所以事實上 我們都知道 蘇貞昌在整個過程當中 包括現在他都認為說 如果民進黨 不管誰選新北市 他都可以支援 因為他事實上 那個人脈還在你知道嗎 所以對蘇貞昌 最容易選上的就是新北市 根本不用講 那為什麼他要選台北市 我剛剛講完就是說 其實他看的是2012 他不是看五都 所以如果民進黨考慮的是 五選三就贏 蘇貞昌應該要選新北市才對 但是現在蘇貞昌說 他要選台北市 使得蔡英文不想選新北市 所以目前的局面來講 對民進黨來講 是有點輸的局面 所以五比三 應該這個三 在藍軍是比較可能的 主持人這個 剛剛易鴻兄提到 李軍鈺本來應該幹台南縣長 同理啊 賴清德現在本來應該是台南市長 台南市長 已經是台南市長了 沒有 我說他本來也已經是 他現在要出來選 等了一年變成更大 本來只管一個市 管大台南 這當然對賴清德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這個加分 你的這個板子上 扣掉林佳龍之外 最年輕的人 恐怕就是賴清德 也就是民進黨 中生代 不出來 新生代 中生代 還算中生代 新生代 應該是算中生代才對 那 對賴清德而言 變很好的位戰略位置 能夠做到直轄式的市長 以後不可限量 但是我必須講 除了沒有去看阿扁之外 他在民進黨立運黨團 這幾年的表現 很突出嗎 你有看到他跟民進黨立委不一樣 所以他當然是個機會 但也是挑戰 因為他都做民進黨幹市長 黨團的幹部什麼的 可是你在立法院的問政裡面 其實賴清德他是不突出的 那現在有這個大台南的位置 當然是好 那我批評一下這幾個人選 那我就不點名了 如果啊 連立委都選不上 說我要選市長 我覺得那個邏輯是有點怪 我連立委都選不上 我說我在一個官 或是說一個市 我連立委就選不住 我說我要直接拚 合併之後的這個直轄式的市長 那不好笑嗎 那如果國民黨說 我們就是魅於民調 民調第一名是誰 民調第一名是誰 就提名是誰 可是這個人跟對手一比 都是二十幾%三十%在輸的時候 連立委就選不住 要選市長 這是要跟誰選的 這不是說我對那些人 好惡的批評 這個是不分藍綠的啊 那你連立委都選不上 那你說我要選市長 那一比輸二十幾% 我們全力來輸選 那不贏就先輸下來 其實就不用算了 所以我為什麼講 高雄跟台南比賽都結束了 意思在這裡 就是還有機會改喔 其實賴清德是很典型的難流 其實跟那個楊秋新一樣 可是楊秋新下他上 我覺得有一些道理的 因為那個賴清德他 其實是一個很衝的政治人物 那以前聽他講過一個小故事 就是他們家巷子口 巷子那邊很小一個巷子 那邊有一個逆向的行車 那時候他已經是立法委員 他敢去跟他對罵 就是請他往後退 就是說他的那個個性裡面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那種正義感的那種形象 當然就是說其他的那些候選人 那個參選人 你看葉宜晶 第一個跑去看他扁的 好後來這個李俊逸 也說這個掛那個招牌也是挺扁的 然後你看蘇患志許天才 最後抱得最緊 那賴清德可以在這樣的一個 這種大家很擁擠的是 傾向停扁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那個氛圍之下 他敢走出自己路 就是不去看 有一個切割 我覺得這個是他 可能在這一局用民調 你看最後結果還是支持他 我覺得他還是走出一條路 但是剛剛林老師講 我大概都同意 我覺得他講得很對 但是如果蘇貞昌 他過去在台北線 他的樁是砸得這麼深的話 綁得這麼緊的話 為什麼他那時候全力複選 那個羅文嘉會輸這麼多票 只是對上那個周錫偉 我覺得這東西 如果說他當初去選台北線 第一個是他過去做過縣長 如果他去選他老的這個縣長 曾經待過台北線 還選輸 他就 就掰掰了 所以他當然有一個戰略 他是想解到北市 那我認為說 以前他對戰那個郝龍斌 雖然是很多人講說 台北中國城 那只有三分天下 或許綠營才有可能出現 我覺得郝龍斌的事還是在 但是現在就剩下 蔡英文的問題了 沒有一個人說 我們一定要 新有五度才有2012 這種戰略是蔡英文提出來 而自己面臨到說 北線明明就缺人 而且他是可以一戰的 可以去對抗蘇貞昌 對抗蘇利倫 你目前你看民調 各種方面 他的事他是可以出來 而不出來的話 過去我們常常講說 蘇貞昌如果你能夠選贏台北線 而你不出來 他現在到台北市 就是今天他把這個攤子 給了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 你明明可以一戰的 甚至有勝算的 你不出來 我覺得蔡英文 他是罪人 會變成民進黨的罪人 會變成民進黨罪人 如果你看台北市輸 台北線輸 台中市也輸 還是只贏台南跟高雄 如果這兩個地方 萬一啦 最壞的狀況 國民黨現在事這麼差 如果他萬一翻盤成功的話 哇那局就不一樣了 我是說萬一啦 就是最慘的狀況 但是你 蘇貞昌已經在台北牽制了 應該不會 如果蔡英文做黨主席 一路這樣子喔 都沒有輸過 就我們連縣市長 都認為他沒有輸喔 一路下來再中斷 而且是敗在自己 沒有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的那個責任感是 他的責任是非常大的 你說這個手扶梯往上走 突然到了頂 要往下走了 我要插一句話 剛剛光琴講那個事情 我其實講過非常非常多次 我因為蔡英文 很多大的選舉 很多選舉 候選人本身當然很重要 但那個大的環境非常重要 馬英九最勝的時候 他輸選人都當選嗎 也沒有 有時候是因為人的關係 羅文嘉選舉 為什麼那麼輸 因為那時候阿扁值得非常兩場 羅文嘉跟阿扁 根本沒辦法切割 所以人家是投羅文嘉 不是管蘇貞昌的 所以你要看局面 一定要看大的局面 你選舉搞多你就知道說 候選人本人很重要 可是那個大的局面 如果輸的話 你看為什麼國民黨 這幾次選舉都輸 其實那不是因為國民黨的票 不是說民進黨的票增加 我們大家看了很多次嘛 沒有一次民進黨真的增加多少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也講了很多次 為什麼蘇貞昌這麼樣的實意 他連任的時候 碰上突然二十幾天前 才出來的這個王建軒 王建軒會指出他五萬票 如果他裝保護的緊 但是王建軒個人的能力的關係 我剛剛講 每一個形象 跟大環境都有關聯 王建軒的形象 我告訴你 其實王建軒沒有國民黨支持 他早上差點贏了 那是個人的關係 所以你要知道 有時候人的形象 我常常講說 像第一次王建軒跟馬英九 選黨主席的時候 我就寫過文章 其實後來王建軒跟 李璇教對我非常火大 說我不懂民意 我就說王建軒不用選了 我當時的概念很簡單 我說王建軒人 就是說人際關係非常好 人和非常棒 我說人多還是空氣多 馬英九是靠空氣贏的 你知道嗎 我再舉一個例子 蘇貞昌在07年 他去跟謝長廷絞足 民進黨的總統黨內初選 他連自己台北線的初選都輸 他連那個初選都輸 那都是兩回事 而且最後一場的那個動員 民進黨內部的結構跟這個不一樣 最後一場動員幾乎都是 穿背心拿旗子 就是他下面的裝腳動員來的 那是黨員投票 據我的瞭解 蘇貞昌在台北線 你去實際參加選舉 就知道不是你講那樣子 也不是你講那樣子 你以党的結構真的不是這樣 這個論邊是說 蘇貞昌在台北線的紮根 到底紮不紮實 好不好 我們先來接下觀眾電話